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距离很远 但打得很有力 刚刚这个队一和教练组的一个沟通 刚才这角顺门来自于张薇 提到这个赛系张薇已经完成过两个进球了 所以能看到有进球之后对于前锋信心 艾菲尔丁 自己突 有机会向前带分得不错 吴少聪已经有了单刀的机会 还在传艾菲尔丁打门 打得太正了 投球接下来还有 想给远端维持好 节奏逐渐开始打起来了 徐天远 左边路 第一时间送远端 直接超射 张薇 角球开进来的投球砸到李扬 这球十分钟大家能很明显的发现 他拿球的位置到底距离球门有多远 这就是我们上半章所提到在球队当中他角色的变化 有折线打在了横梁上 开始通过中场去做过渡 杨丽渔 右侧内部 到进区里 挑射 继续打身后 这次是杨丽渔 一队渔面对张俊哲 又叫打门 杨丽渔 广州队新赛季中超联赛的第一个进球 等啊等 终于来了 这是完全个人能力的表现 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 有更多的一对一的场景出现 杨丽渔这次面对刚刚已经受伤倒地的张俊哲 明显感觉张俊哲很难跟上了 拿球 假动作 打小角度 这是杨丽渔 这个赛季的第一个进球 也是他 有机会 左脚打一脚 7号徐天远